公开资料显示,美海军康涅狄格号核潜艇于1998年服役 隶属美海军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司令部下辖的第五潜艇开发中队 该中队还包括另两艘海狼级核潜艇,即海狼号和吉米卡特号 今年8月4号,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曾报道说 今年7月以来,这三艘海狼级攻击核潜艇全部都到了太平洋展开行动 文章还叫嚣称,你家后院有一艘海狼,对你的战争计划来说就是个坏消息 有三艘就可能起决定性的颠覆作用 据悉,康涅狄格号于今年5月27号离开华盛顿州基萨普布雷默顿海军基地 7月下旬出现在了日本横须赫周边海域 8月6号至20号,该艇一直停泊在关岛阿普拉海军基地之后便去向不明 直到本次撞击事故曝光,外界才得知这艘核潜艇最后的活动地点在南海 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博表示 根据监测影像及潜艇上浮航速推测 事故位置可能在海南岛以南、西沙群岛以北 及海南岛、西沙群岛和巴士海峡的三角区域中间 这也是美军在南海活动的活跃区域 而该潜艇正在执行的任务可能是配属航母行动或是在遁守中国核潜艇的港口 10月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方作为当事方应该详细澄清事故有关情况 10月11号,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 美方有责任说明事故详细情况,并解释清楚以下几个问题 1是,美方核潜艇事故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 2是,事故有没有造成核泄漏,破坏海洋环境 3是,事故会不会影响事发海域的航行安全、渔业作业